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个男性常见疾病 中风 大家可能会告诉我 中风是只有男人有的吗? No 中风比例男性比女性比例 根据统计学来说 有很多人听见这件事 就已经害怕了 大家首先不要害怕 害怕也没用 因为如果你懂得 究竟中风和什么症状 我可以避免它 就可以令自己患中风的机会 大大降低 其实什么叫中风 简单来说 中风是说我们身体里面 哪部分出了事 我给大家五秒钟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中风是说我们的脑出了事 我们的脑出了什么事 就是说我们的脑部细胞 因为脑部的动物闭塞或者爆裂 这些脑部细胞 也不错 因为它得不到营养和氧气而死去 大家都知道 我想小朋友都知道 我们的脑里面 其实是一些很精密的耳气 我们的脑部细胞 我们的脑部细胞 分了很多不同的细胞 这些细胞负责什么 这个右边负责什么 左边负责什么 这些前面负责什么 后面负责什么 我们的脑里面分了不同的区域 也是负责不同的东西 而中风说了一件事 因为我们的脑部细胞 得不到营养和氧气而死去 在什么情况之下 为什么我们的脑细胞 会突然得不到营养 和氧气而死去 这些危险因素 大家要听听 比如说吃烟 说了吃烟是不好的 你继续吃烟的时间 高血压 高血压 其实这一件事 都有很多办法去预防高血压 总之我们常说 要维持血压正常 或者血压正常 大家也要知道 究竟我如何维持到血压正常 这个我另外蝙蝠会说的 喝酒过量 吃烟之余又喝酒 有些人是胸肠就喝 但有些人会吃饭 吃饱饭之后也会吃饱饭 要喝酒 有时三、五、五、五、三 时间律遇到枝 甚至乎说 找些东西回来 炸末、炸末 例如这些 你喝酒过量之余 亦吃了很多食物 会令你血压不太好 肥胖 肥胖都会有关系 精神紧张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如果你有压力 有精神紧张的时间 其实你一个人是自己做不到任何事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件事 不是 我处理这些危机 我很聪明的 我自己都是负责做处理危机的医务人员 我为什么会处理不了自己的压力 这是完全错的 因为刚才所说 当你遇到压力的时间 你遇到压力 你知道也会好些 但是如果遇到压力的时间 你习惯了自己去用自己一个 Fight or Flight 这个自我保护机制来说 其实基本上你就不能搞了 所以很多时候 倒不如将这个责任交给外面的治疗师 去帮你去处理 未必治疗师真正正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你说完之后 心里的压力 就会从原本是爆煲的 就会慢慢松出来的 起码都有多些空间去遇到其他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压力 就已经由小到大 遇到很多问题的时间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死因难忍死因难忍的时间 你以为自己处理得到 但到爆了的时间 你永远知道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那么药物 特别是Cocaine 无论高纯度的可嘉因也好 低纯度的可嘉因也好 总之吸毒就是不好的 另外有些就说 先天性的脑动物流 和脑血管以上 先天性就没得说的 先天性就说你一出生就已经有了 即是你一出生就已经有了 这些你没得说 从妈妈的子宫那里 都是成长的时间 其实已经 换成你出生的时间就已经有了 你没得说 而心脏病和其他血管疾病 我上一条片有讲到关于心脏病 其实心脏病和其他血管疾病 如果你处得不好的时间 亦都会导致你有struck 亦都讲糖尿病 糖尿病就是其中一个 是十大死亡的一个病当中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糖尿病可以不理不理不理 但你越不理的时间 问题就越更加潜传 好了 首先大家不要只怕 你要告诉自己 自己知道 究竟我是不是struck 我有什么症状 很简单来说 我讲太长了 你又不记得了 简短讲几样东西 例如 你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无力 你的臉 手臂 腿部 会感到麻痹 甚至乎在那里 战动 OK 简单来说 总之 你的臉 手、腿 麻痹和战动 接着说话就 sler speech 原本 说话都很清晰流利 突然说话开始 呜呜呜呜呜呜 别人说你说什么呀 呜呜呜呜 如果你发觉到自己 原本 说话没问题 突然说话都没问题 又或者是 直接说不了话 这是一个症状 另一样东西就是 你的口说不了话 你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 即是梦查查 例如说你有叠影 或者 看东西突然有交叉 或者看东西好像看得不清楚 甚至乎是看不到东西的话 就很大事了 还有一样东西 中风的symptoms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你头部不是头痛 是你的头部剧痛 即是简单来说 有些人 其实 有很多人是习惯了的 即是家里面 当然是摆定 几排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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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即是简单来说 即是这些人叫做Panador 那些人 你有钱的 你不要去看私家 你不用等那么久 但是如果你没有钱的时间 你用80-200元去求诊 是要等得久的 你多人有这样的需求 第一样东西就是 即是你头部剧痛的时间 如果你又是不去看医生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 认识了一个朋友 我跟他认识了超过 超过十年 他经常跟我说 头痛头痛头痛 看他 就这样 就这样 不断自己撕着 撕着 这个匀 撕着整个面 都被红了 瘀了 但回头 几年后 没有见他 竟然说 他已经past away 原来 他的脑瘤爆了 其實基本上我已經見到她有頭痛的時間 其實都提出她 我就說她就說 都沒有空去看醫生的了 我下班去買Panantor吃就可以了 所以她身上是經常都帶著一堆Panantor 但我經常都以一個醫護人員的身份 我說as your friend as a 醫護人員 我想告訴你 就是有些事你一定要經醫生診斷抽血驗一下 或者看看有沒有哪個問題出了問題 這樣你才好 不要隨便吃藥 你經常去一些又沒有註冊的藥劑師 我求她走進去 就說我投湯 然後她給你一包Panantor 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到時候就突然間走了 都很慘的 說真的 或者你走路平時都走得很穩陣陣的 突然間就覺得暴裡浮浮 行到不穩 甚至乎你會跌倒的 這些都是中風的常見症狀 這些突發的急性症狀 其實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是關於中風前 是有先兆給你的 第一件事 我先說了一些急性的病症 所以就要立刻去看醫生 我就勸介大家 千萬不要去自己買成藥 就算那間藥劑師 他們裏面有藥劑師 但是藥劑師只是聽你說的話 她配藥給你 但是如果你去到醫務所看醫生的時間 或者去醫院看醫生的時間 他們可以是做更加多的examination 就可以讓你得到一個更加確切的答案 而不是說你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有些人就說 那中風又怎樣呢? 中風了我可能沒什麼呢? 其實中風後的併發症 就包括了你的腦部瘦鼠的位置和範圍 是可能令到患者永久喪失活動能力 簡單來說你會Paralyze 你會坦了 坦了你的心中跳緊 但如果你的情況嚴重的話 你甚至乎是會死的 預防方法 剛才說了 其實都是反過來的事情來講 有哪些事情會導致你會Stroke 如果你不做這些事情 就是令到你保持心臟血管健康的方法 減低中風 剛才有些人說 那些Train Smoker 是煙不離手的 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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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一瓶一瓶 不用呼吸 不要吃煙 保持均衡飲食 你吃不重要的 但是要吃一些低脂肪的食物 當然剛才說了 那些醃製的食物 就盡量不要吃 罐頭也不要吃那麼多 有些人就說 罐頭便宜 罐頭便宜 但是要你的命 其實就算你選簡單單單 你把雞蛋 就算你不懂得開火煎的話 我想你開火 把雞蛋煮熟之後 然後蛋黃 如果你每天都要吃蛋 那你就把雞蛋黃抽走 吃蛋白 其實你這樣都可以的 你不一定要一餐餐開火 下油的 我看到那些油在烹煲 的時間我都縮手 我都戴了長袖手套來做 第一件事就是 千萬不要讓自己 去令自己身患險境 我覺得是 那喝酒 我經常都強調 Social drinker 一杯在兩杯子 純粹是為了和朋友去開衣 喝一口酒就算數 淺酒輕盛 淺酒輕盛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瘀酒 以Horosom來說 其實這件事就害死你的 定期做適量的運動 有些人就說 我已經上班很累 還要我去做運動 不可能的事 因為這番話我都經常 跟我的醫生這樣說 但回頭 其實你做運動 做家務不是 我經常都說 我又做家務 從早到晚了 全身出汗 都是這樣 但做運動 和你做家務 是兩回事 所以其實 下街逛逛 你吃飽的時間 尤其是 不過現在天氣 經常有人打風 打風的時間 你當然要看天氣而定 下大雨 走來閃電的時間 你當然不要下街散步 如果不是其餘時間 你下去散步 散步 半小時就夠了 又不用跑又不用勝 你走到人的額頭 有少少微寒 即是不用爆寒 有些人做到是要爆汗 其實你微微有少少汗的話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控制體重 我一直以來的醫生 都在跟我說你一件事 控制體重 另外是爭取充足的休息 避免精神緊張 所以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給自己多些休息 睡覺 睡覺是很重要的 你發覺到 就說你充足地睡一覺 你其實就很開心 你睡醒覺的時間 你會覺得整個人 真的好像注入了一些booster 這樣 令到你個人是很醒神 但如果你長期不夠睡的時間 你不要說女性化妝 又要塗很多concealer 又如何阻擋又阻擋又阻擋 你會把整個人的化妝 都放在臉上 外國人的化妝 教你的tutorial的時間 都很搞笑的 就是把臉的化妝 平時化一層 可能他平時化兩層 但他做demonstrate的時間 他化十層下去 那你當然是看不到瑕疵 因為根本上那個樣子都不是你的 你是把所有的顏料 折擋在臉上 那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眼袋也看不到 你的嘴巴也看不到 你的暗瘡印也看不到 所有的疤痕也看不到 但那些是不正常的做法 我都不太建議 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做定期身體檢查 尤其是如果你的年齡差不多 但年齡的事情就各個不同 如果你家裡有家族史 你的親戚朋友 你的兄弟姊妹 或者爸爸媽媽 公公爺爺 那些這樣 如果他們是有中風的經驗 或者心臟病經驗的話 其實都鼓勵大家 regularly 起碼at least 都一年去做一次全身檢查 at least 一年去做一次全身檢查 如果你家人 是有這些遺傳因素的話 其實都建議大家 做一些 regular check-up 好了 治療那方面 其實就 剛才說了 譬如說你要吃藥 有些朋友 情緒嚴重的時間要做手術 改變生活方式 譬如說你吃煙喝酒的 喜歡吃那些肥豬肉的 甚至乎喜歡吃那些鹹的食物 吃辣的食物 喜歡吃那些醃製的食物 這些你全部都改了 因為你事關一樣的 救得你一次就救不了你第二次 等於醫生經常都說 不要再吃煙了 不要再喝酒了 不就沒命了 那些醫生其實都很和海可餐地跟病人說 但是我治療那些患者 有很多 醫生越是叫他不要吃那麼多煙 他就偏偏就煙薄煙 叫他不要再喝酒的時間 就是問他 昨晚喝了多少罐酒 三、四罐 我說三、四罐 三、四罐加四、七、罐 即是半打有很多 騎騎騎 然後怎樣呢 他現在都不在這裏 不在這裏大家都明白過什麼 那些人所講的走了 因為他不聽醫生說 所以這件事就很可 一個應該離去 但是如果你是有太太有子女的時間 雖然你不是經濟支柱 但是心靈上的支柱都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你不聽醫生的勸告 而接著是繼續做那些醫生叫你不要做的事的話 那其實對於家人 是造成一些是不可磨滅的痛苦的 那好啦 那如果譬如說你 譬如說你 譬如說你 譬如說你症了之後 那可能你走路又手震腳震 沒有太多力的時間 那你自如知道 即是這個Fusial 他們又會是幫你 怎樣去做一些運動 幫你strengthen回弱了的肌肉 如果你說話 原本是說話很流利的 中了一封之後 即是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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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就是會把你的屋的設計 總之病人有機會去到 但也做不到以前浸浴的方式 他就会把你的浴缸拆掉 然后就全部装在一间屋里 随时他无力的时间 一抹着一抹的时间 起码他都不用跌得那么硬 还有如果中风的病人 可能他未必有那么大力 或者那么够力地站着洗澡的时间 就会给他一张椅子坐 大家如果去过服康店 都会见过有些防水的椅子 他不是胶,是防水的椅子 就让病人坐在那里洗澡 那些是很安全的 好了,那如何之够 假如你不幸中风的话 如果你想增加一些康复治疗的成效 那也是一样 要定期看医生,定期服药 医生给你吃,你就要吃 吃完之后有什么不妥的话 你跟医生说 记住一样东西就千万不要自行停药 任何病都是一样的 任何病都是 医生开了给你的时间 你是不可以突然停药的 但如果你说我吃完后 令到我真的有些东西 很不舒服的时间 你便提早去见医生 医生不会怪你 你为什么这么早回来见我 你未到期的 除非有些医生 他们会在例外说 你未到期的,你回来干什么 好像 看到病人就好像觉得很痛苦的 但他没有想过自己每个月赌多少钱呢 我觉得一样东西就说 如果有医德的医生 是不应该去问病人 当然如果你说 病人是经常都是没有东西 然后就回来之前的时间 医生就觉得 你不是哦 我这么多病要看 我还要加仇给你看 那些就是医生的判决 第一样东西就说 如果你在身体上是有疾病 而你觉得吃完药物之后 是有问题的话 你就真的想到不要想 你一定要去找医生 去跟你解决这些问题的了 好啦,暂时说到这里先啦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我下面的留言 那里留言 去问我一些问题 那我都会顺应民意 去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那大家都多谢你 现在22分钟啦 那就是用了四个字的时间啦 那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是 like,comment和subscribe 那做多样东西的 就说大家如果觉得 Elisa 就是说这方面的讯息是帮到你的 你又想知道多些 哪方面的 健康讯息的话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精神科护士 但为什么我都说这些呢? 因为我都需要知道嘛 那我跟你说的时间 但其实我自己都会听回自己 录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是对于我自己 和我家人是有benefit的 那我真的 我希望身边的你 你能够有缘 和我看到上我的 影片的时间 第一时间先举一下手指弓 给个like我 鼓励我 然后就是 comment share subscribe 就是订阅 这件事我很多谢大家的 在这里说到这么多 下一集就会和大家说 十大死因里面的第三种 下集就知道了 ok take care good night bye bye